姚欧婷,其性子,一点小事就能惹火她,性格中有傲斗的一面,会以我想发现一下,没理由大发雷霆。 二B型,看上去脾气很好,其实性情很直接,被泛怒冲昏头脑时,平日的理性立即消失不见,周围人通常不明白,她为何发火。 三B型,一冷静著称的AB型的人基本上不会生气,可一旦偶尔发起脾气来加十分恐怖,由于他们会控制情绪,一般怒火很快会平息。 四A型,善于忍耐的A型,往往在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会爆发,所以一旦生气,后果往往不堪设想。 四A型,最不会察言观色的人是,一B型,B型人活得自在,我行我素,周围怎样都与自己无关,想说的话随口而出,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。 二O型,当O型人将经历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时,就会忘记还要顾及周围的事情。 二O型,西游单击版,广告,查看应用,三A型,最在乎他人对自己看法A型,绝不能忍受来自对方的批评,所以他们会拼命动查周围的情况,避免出错。 四AB型,四为敏锐,具有瞬间分析和适应环境的才能,能迅速地了解周围的情景,并做出得体的应对,能大大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是。 四,一O型,有了不一样的意见时,他们基本上不会保持沉默,不管多么无聊的建议,不管对方地位多高,他们也会直言不讳。 二B型,他们并不在意别人怎么想,所以对任何人他们都能坦率地表达,但是B型人不善于在很多人面前阐述空点。 三AB型,最在乎人际关系的和谐,在直白自己的意见之前,往往会考虑一下如果我说了,会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。 四A型,谨慎小心,做事多虑的A型人,即使有很多想法,也无法将其顺利表达出来,因为他们怕被人反对。 喜欢存钱的人是,一A型,A型人,的口袋,如果没有钱就会感到不安,哪怕是很少的积蓄,如果能存起来,也是令人开心的事情。 二O型,对存取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,也不是十分积极,但如果他们有想要购买的东西,有了动力就会为实现目标而存取。 三AB型,虽然他们很想存取,但同时也喜欢花钱的毛病,如果不利于买保险,投资债券,等,无法随时实现的形式,恐怕很难存得下来。 四B型,他们认为,不存钱人胜,也不会有多大障碍,而且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拼命积蓄,容易乱花钱的人士,一B型,B型人士标准的浪费专家, 不考虑将来,只认定自己现在想要的,导致经常性冲动购物。 二O型,具有领导天分,知识请客此数过多,总是第一个冲到款台结账的话,有再多钱也不够花。 三AB型,难以抵抗精神压力的AB型,比起实欲来说,更希望先满足物语,所以尝爱购物。 四A型,稳重,节约型的性格,基本不会乱花钱,如果某天因为冲动购买了不该买的东西,哪怕钱再少他们也会深深的后悔。 喜欢花钱买名牌的人士,一AB型,注重外表胜于生命,如果资金上允许的话,他们甚至希望从头到脚被奢侈品武装起来。 二A型,并不讨厌名牌,希望突出气质,不过他们严格把握自己的经济状态,不会购买超出预算的物品。 三O型,O型人喜欢写摆自己,所以名牌如果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也未尝不可,不过,买自己欣赏的牌子就可以了,不一定每家都要逛。 四B型,B型人并不是不喜欢名牌,只不过没有丝毫沉溺其中的征兆而已,穿不穿名牌全看自己的心情,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。 准不准,大家娱乐一下吧,因什么事情,准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